女人刚刚解开衣服 楼下就有人在计算时间 可这战斗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男人第一次都这样 再试一下 此时 沙漏已经漏完 男人急不可耐地敲着瓦罐 提醒楼上的该换人了 女人搂着卢大 不舍得他走 我能只跟你一个人吗 面对楼下弟弟卢二的催促 卢大只好离开 换上弟弟进行第二场 同时 卢大还提醒弟弟 让他对女人温柔点 可相比起哥哥 卢二就显得冲动得多 我哥不行我可以的 这种扭曲落后的事 竟真是发生过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湘西 一个盖着七彩头盖的女人 坐着简陋的花轿 被送往借母溪 这是一种叫做扭花的习俗 当时的人们落后贫穷 耗尽贾彩也娶不上媳妇 但偏偏 他们又把延续香火 看得比命还重要 于是 他们从来结了婚的女人 借她们的肚子 给自己传宗接代 一年后 孩子出生了才能走 这样的女人称为 扭花女 交易的中间人叫做扭子克 而婉儿就是最后一个扭花女 她的男人是个劳病壳子 为了给丈夫治病 迫不得已 才接了这档子事 而她要去的主人家 竟是两兄弟 婉儿怕了 恳求扭子克给他换个人家 婉儿就这样 被送到了主人家里 将针板上 任人宰割的鱼肉 兄弟二人为了公平起见 制作了个简易沙漏 时间一到就换人 这样 谁也不吃亏 新房前 卢大还贴心地给婉儿做了蛋花汤 婉儿掀开盖头 吓得手中的碗跌落到地上 原来 卢大和自己白天见过 卢大也不生气 只是小心翼翼地拾起碎婉 然后 再轻轻地替她脱鞋 卢大温柔地举动感动了婉儿 她不再抗拒 而是主动出击 奈何 男人过于紧张 沙漏还没有落完 就缴械投降 弟弟卢二前来交接 弟弟急不可耐的样子 引得婉儿甚至反感 甚至不惜让蜈蚣咬一口 来避免和她刑房 眼看到手的好事就这么黄了 哥哥还在一旁温柔地替婉儿排毒 他更是气不大意出来 接下来的一年 婉儿要把自己当成卢家的媳妇 可家里的卢二 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只要他一抓住机会 就得婉儿上下起手 好似每次都用卢大钱来解围 事后 卢大向柳子克寻一味败毒汤 婉儿被蜈蚣咬了 他担心会影响孩子 柳子克却看穿了他的心思 大哥其实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弟弟 他看出来 卢二是真心喜欢婉儿 男人脱下裤子 露出腿上的纹身 随后掏出一把匕首 恳请哥哥帮自己 割断了罪恶的命奔子 卢大接过刀子 犹豫了片刻 还是没动手 他知道这不是弟弟的错 只是他太喜欢婉儿了 为了能让弟弟高兴 卢大不惜把婉儿让出来 可婉儿偏偏不喜欢 鲁莽的卢二 一天夜里 婉儿突然听见一声枪响 他害怕的穿起衣服 就在这时 卢二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霸王硬上弓 这一次 又是被哥哥医生喝止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 他吃一点也不懂 卢大给婉儿端来拜毒汤 这样温柔的男人 才能得到女人的青睐 不久后的一天 婉儿在自家的柴房里 发现了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 他是红军排长罗武庚 为了躲避国军追捕 不得已才躲藏在此 为了给他疗伤 婉儿独自来山上采药 蚊虫盯得他浑身骚痒 这幕美好春光 被树上的卢二看个精光 他目瞪口呆口水直流 刚想恶虎扑时 没想到就被同村的流氓 解足先登 卢二见状立马赶跑了流氓 这招英雄救美 让婉儿对他的看法 有所改观 回到家之后 婉儿却发现 卢大还没有回来 原来他和村里的同乡 准备沿江下一趟德州 现在正在江边扎牌 这一去就得是一个月 婉儿哪能受得了 跟卢二待一个月 他立马就赶往江边去 路过纽子克的家 老人看着急匆匆的婉儿 心里一紧 木牌上 婉儿对卢大表述了艰辛 他只想跟他一个人过 也心甘情愿为他生孩子 卢大其实也很喜欢婉儿 只是他更疼爱卢二 想把好的都留给弟弟 岸上看着这一切的卢二 心中醋痰子翻滚 他朝天鸣了一枪 吓得哥哥立马从船里出来 弟弟觉得 是自己的欲望 惹得婉儿讨厌 他甚至想一哥了之 觉得这样才能完全断了念想 哥哥走后 家里就剩下卢二和婉儿两人 卢二想跟婉儿灌酒 好去找机会 只是婉儿还是不从 反而劝起酒来 自己就把酒偷都倒掉了 很快 卢二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卢大这边 他和童香在江上遇到了暴风雨 木牌脆弱一折 很快就攒成了碎片 童香被冲到李处岸上 只剩卢大生死未卜 女人轻轻抚摸着身旁的男人 他终于肯接受她了 因为这是她的工作 不能意气用事 梨花这种习俗有多风险 光棍太穷娶不起老婆 就借别人老婆的肚皮来传宗接代 这是修辱不珍惜女性的行为 婉儿被卖来给两兄弟延后 她喜欢的大哥 在刑牌途中葬身江里 每天只能来到江边以泪洗面 还没等她眼泪流干 卢二就迫不及待地想上泪 她就快要憋坏了 紧紧抱着婉儿不松手 这时 罗五更站了出来 阻止了卢二的行为 我一直想跟你们说说 你花这种习俗太封建了 你现在这是在侮辱妇女 妇女也是人 应该受到尊重 你不能把人家当成生孩子的工具 卢二是真心喜欢婉儿 思索立番后 决定不再心服气躁 急于求成 第二天一早 家里来了一伙人 说是接到举报 他们家里藏了罪犯 显然 他们是来抓罗五更的 就在这时 卢大竟然奇迹般地回来了 他谎称罗五更是自家亲戚 这伙人才罢休离开 看着男人死而复生 婉儿又惊又喜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原来 他被冲上岸后 被路过的红军救了一命 感受到了先进的思想和教育 得知扭花是不人性的 女人也是人 不是货物 不应该被卖来卖去 所以 他决定给婉儿一笔钱 让婉儿回家去 死脑筋的卢二却不同意 怎么说也是自己花钱扭来的 一定要给家里延续香火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说白了 他就是不舍得婉儿 哥哥便开导他 人家是有家 有男人的 要娶唐克 咱得堂堂正正地娶 以后 不能再扭女人了 可卢二还是不听劝 甚至想去应征当国君一走了之 面对哥哥的阻拦 他甚至拔枪想想 原来 兄弟俩也是由 扭花女所生 他们一出生娘就离开了 弟弟腿上的字 就是母亲想有个念想 卢大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生下来就没了娘 只要状况好了 赚了钱 一定能许上媳妇的 周润经过了一番商议 决定让卢大把婉儿送回去 应兴前 罗武庚还交一份情报 让卢大转交到大部队手里 他们刚离开不久 国君的人就围到了家里 把小屋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几个手无寸铁的百姓 怎么敌得过敌军的炮火 宁静的村庄顿时枪声似起 为了掩护罗武庚逃走 卢二换上了他的衣服 将敌人引到了后山 最终 他身中树胆 倒在了赶回来的婉儿怀里 后来 红军解放了整个村子 卢大也成为了一名军人 为了解放更落后的地方 去到不同的地方 婉儿目送着他离开 原来 在婉儿返城的途中 遇到了自家三叔 得知自己的丈夫已经病逝 儿子也因为没有良吃饿死 此时的他已经了无牵挂 几十年过去了 卢大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只听说他成了个大英雄 杀了许多敌人才延期 影片到此结束 纽花是个落后封建的陋席 不少女性深受其害 这也是我们绝对禁止代孕的原因 出卖身体造成的伤害 是难以弥补的 也会让女性的身份地位 更加低下 我们应该做的 是努力改变现状 而不是随波逐流 想要好自我 喜欢的朋友 记得去看看原片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